來到查錄錄廠的觀眾 其實首先會看到的work在這個展覽裏面 就是Kawita 他是一個曼谷藝術家 同時他也是我們展覽裏面較為年輕的一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work前面叫Spinning Wheel 他就是在模仿紡織的機器 還用他自己的身體 這個就是他 他過往都有做過類似的作品 都是用表演和錄像去講對工人的剝削等等的議題 也就是和食物有關的工人都有 來到查錄錄廠就是紡織了 看到這個work的時候 他在我們查錄的回朗 所以顏色很鮮艷 在對面看到過來看到 下面看到也看到 我首先感覺到的就是 他的work很容易代入 很容易令到別人消化 一看就知道他是在模仿某些東西 某些機械式的程序 最特別之處呢 個人來說 我就從拆展的角度來看 我們聽說很多以前南風沙創工人 留下的故事 其實都是很美好的 可能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工業 但是來到我們今時今日 可能藝術家說回我們聽的故事 又有些不同 不知道Simon可能對這個 不同 聚述工業的故事 又或者在不同年代有沒有什麼特別呢 甚至乎可能香港 會是 為什麼不會用這個角度去說回以前的工業呢 你講南風沙創工的角度 我只是講國者關係的角度 因為本身工業化是一個很長久以來的 很大的辯論題目 究竟是象徵現代化 剝削 還是一些不環保的東西 每個時代都是不同的演繹 最初譬如馬克思創立他的理論的時候 就是專門觀察當時的工廠 如何剝削 有所謂的 但是慢慢去到六十年代香港 好像你這樣說 就是這樣的工廠 做衣服 衣車 就變成好像進步的象徵 就是經濟起飛 所以我們想回頭 似乎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情 當時的陳寶柱 工廠每萬歲 整個設定是 跟獅子山精神 跟那個package 精精日上 但是你看到另外那一面 通常我們是比較少說的 就是所謂剝削的那一面 我想這位藝術師 他是泰國人 但是其實東南亞也有很多這些 就是叫做血汗工廠 亦都是Globalization 一個很大的feature 就是當一些國家有錢了 然後你offload這些產業 去一些第三世界 他們會越來越剝削 當他們有錢之後 就會再offload 去更加窮的地方 以前中國有很多這些工廠 但是近年經濟起飛 亦都沒有這麼便宜的勞工 所以一帶一路的計劃 其實就是把這些東西 再訂出去 現在那些人不會再去東莞設廠 就是東莞有其他東西做 就變成去萬加拉 越南這些 特別是萬加拉 我記得我幾年之後的萬加拉 就感覺到一個恐怖的情況 他們的交通是極度濟塞 人是極多 整個工業 整個經濟模式 很靠這些廉價的工廠 或者是造衣服 這些業務 但是因為它沒有安全的措施 那久不久就有一些很恐怖的大貨 就會消失很多人 久不久也有報 有些更加是沒有報 所以我想它是在調整這種情況 一方面是有很 好像是正確的印象 但是掩蓋了一些血汗 我不知道它是否牽涉血和汗 但起碼是一個外面的規定 其實你講到萬加拉 我都覺得是很想要怎麼看 因為它就是受到2013年 一間萬加拉工廠的時候 就啟發到它做這些工作 甚至乎它有自己講過 它做這工作 其實抱著一個算是正義的精神 它家是一個法律世家 但是它就選擇不走法律 這條路就去了做 用它的藝術的方法 去演繹這些故事出來 當然也是它 它是有感到痛楚 很多時候它會說到 它自己會窒息、昏迷等等 它也是很emphasize 一定要用自己的身體去做 其實我們在這個工作前面都很適當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它下面這些是針 它就設置了這些針在這裡之後 就要警惕自己是不可以出錯 就跟一部機器一樣 就像你剛才所說 是有數可以計算的 同時它也是採取了這個很鮮明的顏色 去說一些我們見不到的東西 通常會被人家收藏的東西 我補充一點有孟加拉的例子 其實同時它們也是up and coming的國家 雖然好像很殘酷、很剝削 但是經濟上又在上升 就因為夠便宜 也是所謂next 11的國家 這樣去促進一個地方經濟的發展 究竟是不是持久呢 這就是一個永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議題 但是最新的發展就是因為有這個全球的疫情 Globalization的trend是局部扭轉的 我又不會相信 譬如說美國全部都是本土製造也不可能 但是就不會像以前那樣 就是中國的廠、美國的消費 就是不會那麼遙遠 就變成一個很細很細的regional block 對孟加拉這些國家來說 也可能是有更多的機遇都未定的 所以有些經濟學家就會分析 疫情之後譬如說墨西哥、孟加拉、尼日利亞 這些國家經濟是會起飛的 就是因為有這一套的存在 嗯這一套的存在 但是我也聽到的意思就是會持續下去 我們不知道好像有些無止境的感覺 一個國家能去一個國家 這是一個兩難 如果你說它被一些比較高端的收入工作取代是一件事 但是它被機械取代是另一件事 現在科技的發展是基本上可以不用人 其實中國經濟發展了 那究竟是因為它有更好的科技 還是純粹薪金高了呢 其實兩樣都是 譬如很多大陸的廠 其實很多時候它們都是純機械的 你淘汰了那些人怎麼辦 譬如美國也是 有一部紀錄片就是說中國在美國設廠 就聘請很多美國工人 但是有黑箔 又不給自己的工資 然後他們算來算去都算不定 就算炒了那些人都不是辦法 不如全部用一個機械取代 所以你說是否可以永無止境呢 其實可能很快就可以給機械取代 是 那這條數字怎麼計算 那也都對政府來說寧願是比貴一些 還是用這個方式做變相的subsidy 就是每一個國家都是要計算的 嗯嗯嗯嗯嗯 但是聽下去其實也都會覺得是 去到一個點可能會給回 我很普通的說 可能資本主義會給它自己的產物去超越 反正可能機械這件事 會去使得可能這樣是不可以再持續 我相信人類是不可能這樣運作的 科技也會發展到某個階段 它本身是應該要釋放人的創造力 而不是這樣把人變成機械 這個是人類發展的大方向 但是你說要走多久才去到那個步驟呢 那就不止了 現在我們在說UBI 就是無條件的最低的income 其實就是不想人們這樣 然後就可以把你的創造力發揚光大 這個就是科技改善人類的基本的 assumption 而不是反過來的 是是是 就是換句我自己就會想到 可能如果剛才說到馬克思 就可能是一個人 可能都要對他自己做的事有一個歸屬感 就是不要他做的事被人拿走 就是這一種的表達方式 好明天在說 你在這個生產過程當中沒有東西拿走 沒有東西拿走 就是異化了 AVNation 就是那些是左營的 我不是左營來的 所以就不要再說了 OK OK 好啊好啊 謝謝你啊 Simon